太恐怖了 小蘑菇 你干嘛呢 小蘑菇有鬼啊 哎哎哎哎 过来过来过来 哪儿有鬼啊 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 哪儿有鬼啊 不是 刚才明明有鬼啊 刚才突然间 初衍在我面前了 大声手指甲子 大眼柱子 穿一身薄薄的衣服 太吓人了 太恐怖了 好 你知道吗 他就在那儿 哎 小老头 你干嘛呢 喂 哎呦 走啊小老头 你有本事你找我 哎呦 我的妈呀 你快走啊小老头 你在干嘛呢 再来一圈要不就 回 回 太恐怖了 还吓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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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蘑菠 小蘑菠 小菠蘑菠 小蘑菠 小菠蘑菠 小蘑菠 陶公公 陶公公 我恰死你 我让你打我 我让你打我 天目同道长 有什么事 陶公公 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 天目道长说笑呢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 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 我回去歇着了 你在干什么 我 从今天起我就住这儿 你不能住这儿 我 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 我小宝姑父不误不得 好不容易前来一条命回来 师父又不要我 还不让我在这儿住 你说我容易吗 我上辈子是欠谁的我 我是我 你看什么 真是奇怪 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 不 因为我伤心吗 伤心是什么 伤心 就是那种特别迷茫 心里乱乱的 然后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子 那是不是师父让你住下来 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真的吗 师父你答应我了是不是 送你帮我 我就住这儿伺我师父了 太棒了 我不能让你伺候 不能 不能 就啥不能带的 云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带走妖女 这妖女与我有很多用途 可否交由我处置 如果我不答应呢 既然这个妖女已经被捉住 就应该尽早处理 以免夜长梦多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我们锦衣卫的职责 你一个道长 承担不了后果 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这个妖女身上还有太多谜题 况且这个妖女是我抓的 理应由我向太后禀明此事 云姑娘这么心急 难道是想独自向太后禀明此事 独通功劳 你是 你要再试一次吗 是 走 走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再大的执念你也该放下了 你就入土为安吧 公公 道长 这大晚上干吗去啊 你干吗去啊 六王 这么晚你去哪儿啊 此事疑点甚多 本王去找云香荣 云香荣 陶公公跟这位姑娘是老相识啊 道长 陶公公 快快请起 李妃身前善良 她死后 就别让她再遭罪了 可这个人既不是李妃 也不是什么女鬼 她是一个大活人 主人 属下监视天目同时 得知原来女士是受人控制的 静观欺变 女士被天目同强行扣留 她搬出太后 锦衣卫实在奈她乌合 区区一个道士 入了宫就当自己是号人物了 这位女士 不就是个道士吗 用完之后把她扔出宫去便是 只是这位女士从何而来 你去给本王查清楚 小道天目同 无意冒犯 你说 怎么会有这么有风度的人呢 就像一个仙人一样 长得很好看 是 白公主 要不 我带您去见见她 去见她 总得找个理由啊 嗨 我们就说 去看看抓的妖怪呀 好啊 云儿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嘛 公主 你穿什么都好看 嗯 小蘑菇 小蘑菇 云儿 云儿 你又长个了云儿 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 专门过来找你的 干嘛我还在旁边啊 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 云儿她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跟你说 你就不能惯她这毛病 你知不知道 小蘑菇 我是公主 我让谁听话 天经地义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 不是公主啊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公主呢 一道便宜近人 你都是公主病 你知道吗 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 你才是太监病 你再说 我砍你头 好吧 你赢了一下公主 你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道长不在啊 你说道长 我师父啊 不在 道长是你师父 必然的呢 要不我能跟他说一话吗 不想想 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你的师娘 我肯定让你师父 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 我师父呢 不一定喜欢你这个类型呢 我是公主 道长怎么会不喜欢我 不过 我总得知道 道长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有什么想要的 才能博得他的喜欢 是不是啊 我师父啊 我师父 不吃不喝 不拉不睡 一门心思捉妖怪 除了妖怪就是妖怪 他最喜欢的就是妖怪 妖怪 嗯 那哪里有妖怪呢 这儿有啊 是吗 那我们去捉一只 送给你师父怎么样 来来来来来 公主 公主 不行不行 我师父让我在这儿 就为了看妖怪的 不能看不能看啊 真不能看 那好吧 云儿 我们走吧 这儿没什么好玩的 白来一趟 别别别 云儿别别别 公主 公主小心眼啊 没意思啊 这样 嗯 这样吧公主 就看一眼 没问题 就一眼好不好 看一眼看一眼 别乱动啊 我跟你说就一眼啊 走 云儿 参见母后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天母同声称妖女身上还有秘密 要进一步研究 于是她把妖女和自己 关在了一起 哦 有这等事 那你让锦衣卫 赶紧把那妖女处置了 天母同说 这都是您的意思 是您给她的全部权利 锦衣卫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岂有此理 你快叫天母同过来见我 是 王爷 昨天那妖女你可见到 是何模样 是个女鬼 面容还算娇好 但具体什么模样 属下实在藐视不清 所以 王爷的意思是 说来也怪 为何太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 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等明天押送过来是 本王倒要看看这被人捉住的鬼 到底是何样貌 明明都没有动嘛 有什么可害怕的 公主 您可不知道 她动起来大大的眼睛 被手指伸出来 小蘑菇 我特别 这是什么呀 道长抓住了妖怪可喜可贺 只是 为何把妖怪仍旧留在宫中 不让锦衣卫处置呢 那妖女身上疑点重重 我想一探究竟 不必了 既然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 就尽快收案吧 道长把妖女交给锦衣卫处死 免得日后再次扰乱宫廷 太后 这里非是谁 这是抵辱的 魔鬼 你不知道 我抵辱什么 我抵辱 我抵辱什么 我抵辱自己 我抵辱自己 你可是我抵辱她 我抵辱她 我抵辱她 你为什么要抵辱她 黄伯伯 你中里拿个烟壶干吗呀 我还是那 皇上 我拿他干什么呀我 李妃是皇上最宠爱的一个妃子 年纪轻轻 突遭不测 已经死去多年了 这李妃是怎么死的 一场大病而死 如今 宫中人心惶惶 未免再生之劫 还是尽快结案为好 可是那个女人 她根本不是什么魔鬼 是个活人 什么 她是一个有着李妃样貌的年轻女子 这个女人被人控制 优优 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能否找到幕后主使 我尽力而为 小道长来宫中的目的 到底为何 感恩太后 您可知道日月神鼎 这是宫中的宝物 你是如何知道的 师父在卦象中看到的 日月神鼎被妖孽所纠缠 而且宫中之事 多半与神鼎有关 所以派我来看看 休要胡言乱语 神鼎好端端地在皇帝手里 哪会有妖孽缠绕 以后再也不要提神鼎之事 小蘑菇 小蘑菇 师父 我这 其实我没怎么动它 我这 你看看吧 套长 公主 这 道长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好害怕 你怎么才回来啊 道长 臭道士 连公主的便宜都敢占 公主 你别误会 我没误会 你个九肉道士 不仅不守宫里的规矩 功夫也三叫猫 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 提前处置了他 免得你再放他出来害人 叶长 公主 妖怪留给道长 你护送我回宫 公主 怎么 你还敢抗命 不敢 走 那个 女儿 慢走啊 跟我说也慢走啊 师父 我去 我去 这个好玩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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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 我有 给你 我 是 我 你就 发音 先 有福 这就是我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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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说说是是不是老天给我的礼物 你说说 从此以后我小蘑菇不是也有人伺候了吗 我还相服 你在干吗 师傅 他刚才跟我玩游戏来着 滚 好的 我没看他 你带我去哪儿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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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被你打开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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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这里没腻事了 你下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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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腻事了 你下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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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是谁 为什么要害我姓名 快 把她给我拿下 是 说 是谁指使的你 娘娘 娘娘 您有没有事 陈太医 是 妖女捉住了 宫中的乱子也快平息了 太后这段时间 实在是太操劳了 皇帝出征 只能我老婆子来维持局面 也难得你有心来请安 臣妾不能替您分担 实在是太惭愧了 不过听说那小道士武功高强 那妖女现在就藏在她的住所 你看到那妖女的样子了 我哪敢看 不被捉住就阿弥陀佛了 不过不知道 太后要如何处置那妖女 你心软 听不得这些 还是不管为好 太后体谅我 我就是太好奇了 也不知道皇上境况如何 臣妾心里担心得紧呢 前方来报一切无忧 要是后宫 再多几个像你这样 谦和懂事 又一心一意对待皇上的嫔妃 这后宫啊 可就安宁多了 太后 宁妃娘娘现在已经好转了 这太好了 我得去看看她去 太后 要不臣妾替您去看看宁妃 庄妃娘娘到 扶我起来 好妹妹 快坐 好妹妹 你可好些了 有劳姐姐挂心 要不是腹中有笼中 恐怕也熬不住了 没事就好 这才是福大命大呢 不过 这宫中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鬼魅 让人不明白 最开始出现在宫中的 还能有谁啊 只是不想让我还上这孩子 你是说皇后 皇上这么多年 子嗣丹宝 除了皇后娘的 一个乐平公主之外 其他妃子怀孕 就要发生意外呢 好姐姐 看在皇上的份上 替我照看这孩子 我实在是想为皇上 留下个一耳伴女 妹妹放心 姐姐肯定不让你们母子 受到任何伤害 放心 嗯 小毛哥 小毛哥 别跑别跑别跑 往哪儿跑 小毛哥 小毛哥 这么久不见 也不过来给爷请安了 是啊 你看你脸都吃胖了 你们快走吧 打两下得了 我师父一会儿回来 他脾气暴 我拦不住他 我脾气还暴呢 那你脾气不好你改改呗 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戴不戴伴了 来来来 兄弟们给他解开 来来来 给他肤子解开 赶紧看看他有没有 赶紧 来来来来 抓住他 抓住他 你干嘛 解开 解开 叫你飞了 快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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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 解开 快 来 你们快 啊 被冒险释 土地 和神 Pluto 沖洞 sel是 沖沖人群 沖石 沖洞 芳姑爷爷 老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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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是不是你让我哭来着 来 来 哭 梨花带泪的那种哭 对 你说啥 你说啥 你给我笑 大 对 大笑 怎么不会笑 是不是 是不是不会笑 叫他怎么笑 对吗 是吧 悬崖勒马 回头是岸 蘑菇爷爷呢 去饶了你们 这样 刚才不是请安吗 以后每日子时准时 来这里向蘑菇爷爷请安 听到了吗 来 危 quantitative Tit 特别强恳 特别好 就这样 劳 谁 谁 支li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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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天哪 我就得 带着溜的溜的进入 完了 这下完了 这回的师父我骂我了 今天叫你们来呀 是满足你们一个迷思 前段时候 宫中部的安宁 现在终于平息了 我知道你们好奇 这个妖怪 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凭空出现 太后 妖怪抓住就得了 咱们哪 可一点也不感兴趣 如果我说 根本就没有妖怪 是有人做出来的妖怪 而且还是长得像去世的 李妃模样的妖怪 你们也不好奇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长得像又怎么样 这人哪 这人哪 死了就是死了 难道还对他念念不忘 庄妃 你说说 有人利用向李妃的傀儡 出来伤势 到底有何目的呀 臣妾认为 用逝者的身份来扰乱现在 奇心可诛 好一个奇心可诛 快 快 护驾 快 护驾 快 护驾 这件事情与他无关 你这是在跟锦衣卫作对是吗 既然这样 我连你一块儿带走 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理由 我会去向太后禀明此事的 那如果女妖再作乱怎么办 我以性命担保 女妖不但不会作乱 而且这件事情 不日就会水落石出 不好 太后 小到就嫁来迟 天不通 这是怎么回事 妖怪是你放出来的 你看管不力 惊扰太后该当何罪 太后恕罪 在下如今 已经找到了 查出幕后之人的办法 恳请太后 让我戴罪立功 隔日公开审问傀儡 查出凶手 笑话 你刚才也看到了 傀儡吕妖如同行私走肉 你如何审问 太后 天目瞳之言 纯粹无稽之谈 您啊 不能再相信她了 皇后请放心 我有十足的把握 如果此次我失败的话 甘愿说法 好歹也是道长及时赶到 老身也算被道长救了一命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多谢太后 不过 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若再没有把握好 道长 你就自求多福吧 你也退一下吧 微臣告退 天目瞳 既然这人不是你放的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只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 况且 确实是我看惯不利 妇人之人 云姑娘也是有测隐之心的人 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 你也会这么做的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师父 我连累你了 没事 师父 要不你骂我吧 要不你打我 要不你蹂躏我 你这样我心里不舒服 师父 你说明天要是审不出来 怎么办呢你说 要不 我们私奔吧行吗 跟女孩子一起逃 那就私奔 跟你 跟我 我 好 可以啊 那我就明天跟你一起死 反正 能和你死在一块 我也是很开心的 嗯 你说是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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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啊 我要去找妖女 好好聊一聊 跟女妖单独聊聊 那乐平不就没戏了吗 锦城啊 最近那个小道士那边 有什么情况吗 回娘娘 这个天牧童天天带着女妖 关在屋内不出来 没什么动静 刚刚那个 是不是现在 经常跟小道士身边的小太监 回娘娘 是的 这个小太监叫小 小蘑菇 她平日里是由头滑脑 可是自从跟了那个道士以后 突然整个人都变了 到处飞扬把护 这也难怪嘛 现在小道士得势 跟班的还不跟着华仲取宠啊 你把她给我叫过来 搓搓她的锐气 这皇宫可不是一个小道士 就能解活的 顺便了解了解道士的情况 是 小蘑菇 你给我站住 娘娘驾到 皇后娘娘 听说你最近跟天牧道长 走得很近啊 并没有 并没有 娘娘您令我最近 那天牧道长最近对妖女的案子 有研究出什么方法没 我师父啊 他把这个案子已经 还那样 那看来天牧道长的道法 也不是那么强嘛 皇后娘娘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师父可厉害了 他已经把那个妖女给就 也就那么回事 还那样 好吧 你下去吧 没事了 我走了啊 娘娘 就这么让她走了 那小道士肯定琢磨出些什么 不过肯定也没告诉这个小太监 放就放了 以后多盯着她点 是 主人 天牧童即将功审傀儡 静观其变 主人 你是谁 好 怎么会连字都不认识呢 你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太后有旨 请天牧童道长押戒女妖进宫 道长 就算是和她相貌长得差不多的人 我也于心不忍哪 就别让她再遭罪了 您放心吧 是谁的错 最后就让谁来承担 道长平息了后宫之乱 值得嘉奖 不过 这个妖孽该如何处置呢 回禀太后 这位姑娘并不是李妃 也不是什么妖女 她只是一个 长着李妃要貌的人 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操纵了 她是无辜的 被操纵 那这些事儿也都是她做出来的 她被操纵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 醒来的时候也没有记忆 而且她还可以帮助我们 戴罪立宫 帮我们找出这背后的操纵者 难道操纵者就在后宫 操纵者就在后宫 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集结起来 小道就能够用道法 让这位姑娘把她给找出来 公主 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皇后娘娘可不准你出门 有天摩道长在 我才不怕 小道长 可以开始的 我师父真帅 要是我现在掉下去 天摩道长恰好抱住我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我们两个人 大家看这位妖女 她并没有任何意识 待会儿 她就会自动走向各位 大家不要害怕 不知余大人觉得今天这妖女该怎么审 能审出个什么来 这就要看小道长的把力有多高深 咱们还是静观其变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